这个公寓内不断有人被杀害 缘由竟是一场游戏 他们将想杀的人写在了纸上互相传阅 然后一个一个的接着死去 电梯门被关上 那个被写之人神奇般的没死醒来 打开手机 给曾经的妻子发上了短信 她知道自己还是会失血过多死去 但希望妻子蔡奈能够理解 自己很喜欢她 只不过是爱错了方式 最后倒下却将久住唤醒 警方自然是来到了蔡奈家中 不好意思请配合调查 蔡奈和祥太说了 西川死了 而现在他们要去见上最后一面 西川没有救活 祥太让蔡奈想哭就哭 可警方却给不了蔡奈哭的时间 因为他们判断就是蔡奈杀了西川 这种楼可太蹊跷了 不过还好久住救下来了 只要她醒了就能得到消息 先让久住睡会儿 看看祥太那头开始分析 这是事件怎么回事 西川是蔡奈的合法丈夫 可是也是蔡奈将西川 写在了想杀人的名单之上 所以蔡奈被警方传唤 并说着网上还有蔡奈发帖 要杀西川的文章 警察不断的诱导 杀人就承认吧 就承认吧 可重复几次 蔡奈还是不认 完了 招数用光了呀 没折了呀 那头的详态却有了想法 你们说是谁写了福田 有可能是管理员哦 因为他们关系不好 又开始写写话话 算了 还是先回家再说 碰到了维也 柔柔弱的道歉 给他弄上了精油帮忙按摩 希望能够缓解之前的尴尬 这小手就抹上了 小耳朵就揪上了 自然就感觉蔡奈那头是不舒服了 不过警方得到了新的消息 这个网上说要杀西川长男的消息 很有可能是久住发的 要不等久住醒来问问 先放走蔡奈 率警察追了出来 说着自己还在一个人调查 没有告知整个警局 希望蔡奈给点时间 这个大楼里面的事情 有点蹊跷 已经有住户准备搬走了 因为怕自己也会被杀害 而且现在房子也卖不出去了 谁也不愿意买杀人公寓啊 现在只能先相信警方 蔡奈回家却看到了 祥太在维也家里 但没有细问 自己先休息一下 明日参加西川的葬礼 而如今 祥太为了蔡奈 她要调查出真相 找到103的田公 希望她能说出杀人字条 写的人名 这才得知 她写的是自己的部下 假野贵文 也就是蔡奈拿到的 而她抽到的是 不会垃圾分类的人 妙啊 顺带宣传了垃圾分类 田公鼓励祥太 自己便离开了 另一个人的口上 却上演着故事 眼睛一声道歉着蔡刀的事情 而黑剑他们电脑的事情 她也不追究了 警方都不计较了 警局还在讨论 久住能不能醒了 现在线索卡住了 不过从黑老大死亡现场 找到了个脚印 是41码的鞋子 对于男人来说 正常偏小 但对于女人来说 偏胖了一些 祥太也发现了线索 推理出来 找苗和黑岛可能有嫌疑 蔡奈打住祥太话语 祥太明白 这样怀疑别人 会让人家生气的 但这都是为了蔡奈 蔡奈没说什么 但是现在确实 找苗有些奇怪 奇怪的是她老公 明明没有参与游戏 却异常的伤心这个案子 虽然是警察 但是却被调查的警察 处处提防 不过蔡奈还是让祥太稳住 毕竟现在小心为少 隔日祥太急匆匆的回家 她找到了假野贵文 就在现在的银行 但是很奇怪 去了银行接待的人 却说没有这个人 不过祥太也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有名牌 就接待的这个人没有呢 问了下贵员 才知道这人就是假野贵文 祥太在门口等着她 告诉她现在很危险 为了安全还是小心为好 可这小子却说没事 田工那个鬼人和自己说了 那种人的话也能听 太认真 太正直 太拼命 但她的业绩也太差了 虽然是当我是最好的徒弟 可我才不把她的建议放在眼里呢 自无自的走了 想她决定还是要再试试说服下 追了上去 假野一口血 没回上来 喷血倒地 Ending 我是伯伯 这是轮到你的第八集 假野死了 名单上的人所剩无几 这场杀人游戏何时是个镜头呢 点赞过两个 我们持续更新 那下期再见了